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一時脫根 一時爽 一直脫根被遺忘 演算法都快把我塞掉了 想想年初盤點的那些2023年未上架的手遊 如今大半年過去也出爐了一半 終於也輪到你了 金河 COA 遊戲開發商是中國的VGames 為字節跳動旗下的公司 遊戲雖然說是主打什麼魔導龐克風格 但說白了 仍是所謂的蒸汽龐克 廠商是真的很喜歡各種組合來創造新名詞 除了用來糊弄別人以外 真的沒啥變化呀 跟台灣那些廣告商真的有87%像了 再者我們廉價的換皮衣 也要包裝成3A 本次的遊戲因為PC端我沒辦法測 所以素材方面都是以手機版為主 畫質如果不好的話就請多包涵了 金河的遊戲類型為MAO加RPG 關鍵字看到了嗎?MAO 這邊記得畫重點 主線有單人模式以及團本 外加克勞最愛的PVP模式 而因為內容與過去某款遊戲的玩法重疊 中國很多玩家都是拿這款跟DNF對比 但那款也沒有策略 而且畢竟DNF是款2D橫版遊戲 但以戰爭模組來說 我會更其向以戰雙、升空之眼、魔怪三等 這種同為主打3D相遊戲來比較 所以也有人提到改款其實類似於 韓國OM開發的疾風之刃 這間開發商旗下另外一款比較有名的就是 陸尼亞戰記 在2007年時由台灣的中華網絡代理 然後在2012年時宣告官服 不過那時候的PC網絡太多了 我對這款實在沒有太多印象 反倒還是會想取過去那款龍之骨 看看這個雙頭犬BOSS 是不是很有那味道啊 不過實際玩下去還是有不少缺點的 所以讓我後面再來講講吧 那開頭播放劇群後 會足以讓你試用各種角色 這點其實還是很不錯的 可以在操作的時候就考慮是否要退坑 嗯? 那不過可惜的是這邊不能調畫質 所以在畫面表現上會差一點 目前有四個主要職業 未來應該還會再追加 那身為一個身心健康的身世 這邊當然果斷選大的 嗯哼 槍頭大的 靠射擊輸出才是男人的浪漫啊 但是其實我真的是想體驗 握群這種玩遊俠 飛來飛去的感覺啊 不過實際玩起來還是不失望的 那以手機上來講 畫面表現算中間水準 不算太突出 尤其人物的視野上並沒有做得特別好 這個大概未來就是要靠實裝來補了 但都2023年了 如果只求幾個的話 那這款很快就會送進火葬場了 那另外比較明顯的缺點就是 畢竟它是多人遊戲 在組成特定地區還是會卡一下載入 那其他話倒是沒有太多問題 遊戲沒有自動巡弱跟戰鬥 也並非目前常推的那種開放世界遊戲 人是走傳統那種組成 然後用關卡串接 就是所謂的鄉庭式RPG 確實也讓我回想起以前玩龍之骨的時光 那戰鬥方面 操作上並不算太卡頓 優化其實還算不錯 打機感於手上來說還算行 怪物的收集反應也還蠻明顯的 不會有那種砍空氣的感覺 而遊戲這種閃避不會觸發魔女時間 或者無敵陣 取了帶這色違給你霸體加傷BUFF 等於玩家沒辦法靠卡技能前後搖 來無縫輸出 遇到該閃躲的還是得閃 就如果你是玩習慣那種靠閃避躲招的遊戲 那這點可能需要花點時間適應 那再來聊到缺點吧 戰鬥的視角轉動並不太靈光 常常跟不上玩家的技能操作 打折打折的就會丟失視角 再來就是技能畫面表現力很普通 多比同類手遊來說並沒有明顯優勢 在技能特效上並不夠有特色 而技能本身的連貫性也並不算做得太好 雖然他可以配置兩組技能 但為了節約空間都還是用共用欄位 有點浪費手抄的彈性 所以實際玩起來還是屬於那種 哪已亮了就點哪裡 各種瞎案就對了 反正不是幹死對方就是被對方幹死 還是少了一點對招感 當然如果去打PVP的話 還是要講究起手了 如果亂案只會被當白癡連到死 這遊戲的競技場有做能力平衡 那唯一影響就是競技裝 不過這是大家都免費獲取的 所以實際上等於無影響 等於全屏技能特性跟操作來上分 只要不出什麼逆天Bug或者外掛的話 算是遊戲中一個難得可玩性很高的地方了 當然未來會不會搞什麼排名限定裝就不知道了 畢竟廠商在該做人的地方 不做人也不是第一次了 再來看看這個UI界面吧 有一種很濃厚的換皮廉價感 對於一間錢多到燒不完的公司而言 旗下握有極具無限創意的抖音 但卻在美感設計上讓人一言難盡 反倒不如一些二三線廠商 但你說沒創意的話 往往在規劃科技方面 總是輪師全勇 那目前主線順著走是不會遇到卡戰力的狀況 當然還記得剛剛畫的重點嗎 MAO 目前帶有這標籤的大部分手遊 在養成深度上 往往都能比肩那些PC版的遊戲 而遊戲也是謹遵古法 不敢違背 什麼強化 插徽章寶石 寵物等 還有時裝帶屬性這類 應有盡有 相關的爭議道具 商城都有販售 明碼標價不拖不搶 小小手廚就能讓你提前買到快樂 其他月卡戰力當然也是不缺席的 還有一個萬惡的扭蛋系統 讓你抽抽抽抽抽抽抽 看上去依舊是那些老套路 我以前也蠢過在那邊抽武器抽時裝 結果都是爽過一下後就光速掉價 連狗都不要 那這遊戲可能初期還能靠搬磚 就是透過開N個小號 賣金幣換商城幣來養大號 靠努力竿來追上大部隊 但這個玩法真的是太辛苦了 要投入的時間成本太高 也不適合一般休閒玩家 我以前也幹過類似的事情 現在想想 真的也是挺浪費時間的 而且這後面的效益只會遞減 也幹不過那些開黑科技的 往往結局就是 商品長時間掛商店 罰人問津 除非官方自己下場收穫 不然都是等期限到了被退回 而且以MAO這種長線養成來講 最後還是得回歸戰力檢驗 除非你有個大腿親友團 不然就是只能組一團菜雞互拙 對於這種看似不同 但又實則相似的MAO 建議還是能閃就閃吧 花小錢可以買快樂 但花大錢就只會被套牢啊 結論 世人若被明日累 村去秋來老江志 實際玩起來 如果大家只是想要玩技能搭配歌草的話 那像火炬之光這類 或許是更好的選擇 爽感還能更高 而且畢竟我個人對自己的跳動印象不是太好 他們營運遊戲的方針 仍是主張所謂的流量諮商原則 尤其當打開遊戲看到這滾服選單 就知道這遊戲其實沒有想像中這麼簡單 套路還是挺深的 導演上也有不少相關影片在努力推廣 遊戲整體上給我的定位還是滿滿的一波流 繼續沿用市面上那些MAO手的方針 靠前期稍微搞得精緻一點 把克勞調進來 再讓他們上天梯榜上來胡鬥養骨 而且聽說原本的開發團隊早已經離開了 後面是換了一批來接手 難保後面不會為了KPI開始各種搞事 回頭看看台服上半年的星球重啟 就是給人一種虎頭收尾的感覺 在大量業配過後就開始光速退收 反正台版要上架應該還是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這段時間還能好好觀察一下 不過未來嘛可就難說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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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拍下